我們常在想 眼前這個人到底是不是 真的適合我 有些事情 真的是要用什麼方法 可以來做一些判斷 因為大家時間都有限 所以我們今天要借重 戀愛大師的生命領事務 來幫助我們做判斷 我在解說之前 我可不可以先問兩問一個問題 好 一樣的問題 OK 就是 如果我問你們 理想的對象條件裡面 講出一個最重要的一點 你會講什麼 我真的很在乎 腦袋這件事情 因為我很沒辦法 跟太笨的人相處 要聰明的 對 因為我會覺得 沒有辦法跟他聊天 IQ135以上是不是 就是不要 也不用到 就是至少不是笨的 不要笨的就好了 對 我覺得 腦袋很重要 我的話就是 很簡單懂我就好了 這個一點 不簡單 我覺得你 想起來很簡單 虛偽了一點 懂我 為什麼 因為 對 信儀姐一定知道 我們做這一行 會有一個 一個 比較容易有 急躁一點 對 所以我會覺得 他知道我這時候 為了什麼事情 而會有這樣子的情緒 這個真的超級難的耶 真的很難 你覺得你完全懂你自己嗎 有的人是花了一輩子的 婚姻生活來懂對方 都不見得可以完全成功 但是他想說他的心願 他希望有一個是 會持來心可以懂他的人 了解 好 那聽完你們這個答案之後 我就來說一下 我用生命靈數 我看到了這什麼 感恩 這個是傳聞的生命靈數 他是一九八二年 十一月二十號出生 所以我們會得到幾個數字 第一個是 他的生日加起來是一個四 制約數是四 最後他得到的數字是二十四 是六 這個叫命數 制約數四代表你這個人 在成長過程 童年時期的特質是什麼 是代表什麼 是代表保守 是代表穩定 是代表安全感 所以簡單來講 你從傳聞的外型 或他的談吐來說 如果是放在命數的位置的話 是他會有一個問題 是他沒有辦法創新 因為他過於保守 他可能會有一種狀況是 譬如說他每天習慣 每天早上吃的東西 早餐都是吃一樣的 他不太會變的 他跨不出那個舒適圈 他會怕 所以這是他的問題 這是對於比較專情 對 沒錯 另外一面就是他會比較專情 然後他會在某一個工作上 他的專精能力會比較強 他可能不用去 會很多才華 才藝什麼不用 他就一件事 他可以把它學得很精 可是 好 我們接下來看六是他的命數 命數我剛剛講到 命數就是課題了 課題就是說 你這輩子 如果不把這個課題解決的話 你的人生就會過得很有問題 六是什麼呢 六這個課題 六其實是責任感 所謂的責任感就是 當他放在命數這個課題的時候 會變成是 你會把別人的責任攬 在自己的身上 其實不關你的事 包括工作上 包括感情上 它有一些好處在 什麼好處呢 因為你有這種特質 所以有很多人會想 喜歡跟你講話 他們會跟你講心事 包括你剛剛講的 你講電話講到睡著的 那個也是一樣的 我剛剛聽了我心情就想笑了 因為你就是有這種特質的人 每個人都想跟你講心事 每個人都想說 我心情好不好什麼那樣 可是你會講個頭頭是道 告訴他們說 乖 我跟你講 你應該怎麼做 你應該怎麼 但事實上反過來 你不知道你自己要什麼 所以我剛剛問的 最後我問你們的問題是什麼 我說你們理想型 你要的是什麼 你的答案是 懂我的 對 為什麼 因為你連你自己 都不懂你自己 對 所以這是 這是從聲明書第一頁看到了 好厲害 對 所以放棄這個期待的意思 自己都不懂別人什麼 沒有 所以你得要解決這件事情 就是說你得先去探討 自己要的是什麼 這是它的第二張圖 這是每個數字代表的能力 也就是它的特質 然後宇喬也可以看一下 參考一下 它的圈圈裡面 一跟二的圈是最多的 一是獨立 二是文字能力 所謂的一是 比如說傳媒當過主播 就是這種個人的工作 它可以做得很好 它可以把自己獨當一面 那個角色扮演得非常好 然後二又可以把事情 講得頭頭是道 分析能力非常好 文字能力更好 二是有這種方面的能力 所以這是它的特質 那第三個我們來看 是它今年的流年走到一 可是流年呢 流年的算法有兩種派別 我今天 算是把鴉箱寶都掏出來 跟大家講 兩種派別 一種派別是 譬如說今年是二零二二 那就是過了一月一號開始 就算這個流年 可是我的派別是 要過了今年生日之後 也就是傳媒的生日是十一月二十 你必須過了十一月二十 今年的十一月二十之後 你的流年才會走到一 所以你現在流年還沒有走到一 流年還沒有走到一的話 前一年是什麼 前一年是九 這一年你的很多事情 包括感情 包括事業 包括工作 包括家庭 包括住處 包括人際關係 都會到一個快要結束的地步 快要結束的地步 什麼意思 這是不是不太好 它是一個結束不見得是一個 會有一個新的開始 對 要交替啦 就是十月二十號過後 你會走到一 你可能會有新的工作環境 可能換了新的辦公室 可能換了新的家 然後該回的簡訊趕快回一回 不要好幾個月才回啦 然後另外一個 都做結束 另外一個就是 明年一是新的開始 所以最有機會交到女朋友 明年一耶 對不起 講說過我生日 今年的 對 十一月二十號過後 過我生日 對 流年走到一之後 那我們接下來看看小喬的吧 對 小喬是一九八四年 十月十六號 所以我們一樣得到兩個字 兩個數字 一個是制約數 八 另外一個是命數三 制約數八 一樣的是你童年跟成長時期 所帶給你的影響 八是什麼 八這個字代表財富 代表權勢 代表商業 所以我可以想像 你成長的家庭背景 應該是在一個商人 你的父親可能是 是 我爸是商人 所以你可能從小到大 都會接觸到這方面的元素 對 但不見得代表說 你就一定會喜歡錢 或者是什麼 但如果用八這個數字去看 你怎麼樣去判斷 你想要的那個對象的話 八這個數字的人 會希望他另外一半是 是長進的 對 我希望他可以學東西 充實自己 剛剛講還有腦袋好 對 然後而且要 當然可以賺多 越多錢那只是一個指標而已 對 那只是一個指標而已 這是你會希望的 三 三就特別了 三也是我剛剛問 你們兩個最後一個問題的原因 三這個數字是創造力 它放在命數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的想法很跳躍 你充滿了各種不同的想法 各式的 可是當你要講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你到了這個年紀 你已經克服那個問題了 因為通常在比較年輕的 小朋友身上 他們如果命數是三的話 他們想法很多 一二三可能他會跳 一三五七九 所以他講出來的時候 他會不會照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所以你聽不懂 他在描述什麼 所以三的命數 放在這邊的話 它的課題叫做溝通 它的溝通課題意思是 你講出來的話 人家可能聽不懂 但我覺得你已經看起來 已經克服這個問題了 但是三另外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情況就是 因為它有創造力 它有理想型 所以三的人 他想追求他的對象 他是有一個理想型的 他心裡面一定有某一種 譬如說喜歡有才華的人 他有個框框 他希望這個人可以 他一個圓形 他一個type 他一個type在 所以如果你不符合這個圓形 他直接就啪 就踢走了 所以我也不多講什麼 反正大概 你大概懂是那個意思 老師你真的 可是你真的 我必須要跟你講 不是 但我說真話 因為這個圓形存在容易嗎 圓形沒有 因為它命定 因為說他找到這個圓形容易嗎 他已經培養出這個圓形了 但是你要找到 這樣的圓形的人 他並不見得是好人 你懂我意思嗎 你說他居然找到 那個理想中的這個人 不見得是適合他的人 我剛剛回過頭再講 命述就是人生所要克服的課題 那你的課題是 你既然知道你會去找到 理想型的人的話 但是理想型的人 他不見得是一個好人 或者適合你 對 重點是適合你的人 所以你肯定在 愛情這條路上 你吃過不少苦 沒錯 我們可能會崇拜一些 我們希望 我們崇拜的人是我們的對象 發現那個人可能很難相處 沒錯 類似這樣子 或者是他可能很花心 因為我們上次有聊過 等到發現的時候 時間就過了滿久了 我們上次有聊過 但是在這節目也聊過 他遇過很多夢名其妙的下坎 對 大概是這樣 那你看他的特質 他下面有三六九連線 三六九三條線連在一起 可以換什麼獎品 九是代表夢 沒有 這不是賓果 賓果 九是代表夢想 六是代表責任 三是代表創造力 所以當三六九連線的時候 他會產生一種 他會想做非常多的事情 他有很多興趣跟嗜好 所以如果有一個男生 想要追求他的話 你就得知道 這個人 這個女生 他會今天想做這個 明天想做那個 或是想做這個 他什麼都想穿 對 什麼都想學 沒錯 大概是這樣 那 一樣 流年今年走到五 但是事實上他的生日 是十月份 所以現在還沒到 對 我們現在才 對 他現在才走到 流年四而已 流年四並不是一個 容易交往到對上的一年 這兩個這方面好像有搭到 你說明年才會是新的開始 對 明年才會是新的開始 他一個十月 一個十一月 你要這樣解釋 當然也是可以的 是不是 我認真在幫你們算 這樣的分析準嗎 你們兩位覺得 我覺得滿準的 因為其實就像老師剛剛說的 我是一個 很喜歡學東西的人 所以我就是永遠都 很愛 在嘗試不同的東西 就像我現在的工作也是 就是有拍戲 像節目 然後也有 就是之前有發音樂錄 就是我覺得 我不喜歡只在一個 一個小小的空間 我想要有很多不一樣的 創新 有不一樣的體驗 然後最近也在拍YouTube 就覺得 我的人生就是要做 很多的事情 然後也私下生活 也喜歡就是學很多的事物 學滑雪 烹飪 高爾夫 真的好多 各種 插花 畫畫 我就覺得我的人生不能就是 二十四小時不能浪費 就是我要排滿我所有的行程 這完全我可以理解 我也是類似性格 就什麼都覺得有好奇 對 什麼都很開心 可是你要知道 如果有一個對象 知道你是這樣的人 他想追求你的話 他就得要付出這些 不管是包容你或者陪你 都 心力陪我 應該說他起碼要懂得欣賞 跟尊重 對 我覺得對我來講 最準的是剛剛H講到 他說 責任感是我生命中的課題 我剛剛還想說 沒有責任感 怎麼會是我的課題 原來反過來 是過於 對 是責任感太重 我覺得這個就會 打中我 懶太多事情 在自己身上 對 那你又想到怎麼樣 破除嗎 或是怎麼樣卸下這些重膽 我覺得我一直到現在 我都還在學習這件事 就是太有責任感 所以為什麼 你說不找人主動的交往 或結婚 因為我會覺得結婚是一個 很重大的責任在身上 對 那因為這個責任 太重大了 才會讓我覺得 我要慎重 或者是我有點在逃避 這件事 對 OK 好 其實在我們節目中 常會有人會分享一些 我想要找的對象的條件是什麼 你會發現不同的年齡 那或者是經驗的這個 它可能發生的狀況不一樣 它寫的條件 也會做一些改變 所以我覺得 戀愛有趣的地方 就是你不斷地在認識你自己 然後去發現 你自己適合什麼樣子的人 你的理想跟你真的適合的 有時候說不定是不一樣的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大家記得搜尋 東風衛視 或者是掃下面的QR Code 同時一定要記得要按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內容 而且有很多網路獨享的好影片喔 還有還有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